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有化合裝的口罩 現在都賣完了 有了 而且還沒有貨 今天藥局 藥妝店 想買合裝口罩 卻總是看到空空如也的貨價 合裝口罩真的很難買 而在實體店面買不到 不少民眾就會選擇 來到網路平台來碰碰一起 輸入關鍵字 出現琳琅滿目的口罩 不過仔細看看這個價格 黑類似醫療口罩 十片主要網路寒假 每合1680 黑迷彩的更扯 五十片裝 一盒居然要賣到五千塊錢 還有賣家把口罩拆開來賣 五片分裝 含出每份650 換算一盒就要6500 而印有卡通圖案 或是彩色造型的醫療口罩 同樣五十片裝 最高要價4880 平均每片價格將近百元 太誇張了 一盒我覺得 幾百 兩三百塊就差不多了吧 那真的太誇張了 太貴了 一盒一兩百多塊 炒那個價錢 對 我覺得不應該啊 對比原價一盒五十片裝 官網賣三百元 但現在最高價格竟然含到五千 價格相差超過十六倍 有耳聞說一些網路上有看到一些 例如說他可能就是十片裝 而且還是他自己分裝 就可以賣到五百塊啊一千塊這樣 是真的有點誇張 跟地方衛生局來去做登記 然後你一定要有實體販售的點面 囤積口罩上網販賣 但在網路上販售醫療用口罩可得要 小心觸發 首先網頁需要標明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和品名 還要有藥商許可證字號和網路販售許可 違者將依照鑰匙法儲最高兩百萬元罰款 趁著五六月疫情暫歇囤積口罩 想趁機發疫情口罩財可得小心 遲上罰款 記者陳子芬外山台北相網報導